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空蓝蓝的 很适合大家出门散步 服务设施检修完成 居民信箱回复完毕 今天的街道巡查可以开始了 这是我作为城市代理人的新一天 要从哪里开始呢 是格脸修啊 内特先生有什么事吗 去看看吧 早上好 内特先生 你又弄丢东西了吗 啊 或许吧 我想是的 不过 我不记得自己弄丢了什么 没关系 你可以慢慢找 一定都能找到 谢谢你啊 格脸修 你讲给大家的故事 总让我神游其中忘记一切 对了 我们什么时候继续那颗星星的故事啊 或许在我巡查完城镇 与大家制定新的庆典节目单 还有张贴公告栏之后 我想不会太早 没关系 好故事永远不嫌晚 我等着你 格脸修 好 内特先生 再见 好香的味道 现在是飞落牌薄饼出炉的时间 嘿 远远就看到你了 格脸修 这次你可躲不掉了 快尝尝我的蜂蜜果仁酥饼 谢谢你 飞落 但我现在还不饿 这么早的时间 连食堂都没开门 你该不会又是用饼干 和冷牛奶对付吧 总是这样那怎么行 不要紧 飞落 我在方舟里就习惯这么吃 所以没问题 嘿 快尝尝 还得多谢你帮我修好了定时器 不然就没办法烤出 这么好吃的酥饼了 不客气 飞落 我很擅长修理 对了 劳迪斯跑到哪里去了 怎么没有看到他 是啊 往常你一过来 他就要屁颠屁颠地跑向你 不过今天天气这么好 也许是去哪里抓蝴蝶了 嘿 第二炉苏饼烤好了 不说了 格脸修 如果你看到了劳迪斯 记得叫他早点回家 可是飞落 苏饼有些多了 那就跟孩子们一起吃吧 地上的颜料筒 罗伊和克拉又在画画吗 罗伊 克拉 早上好 要一起吃酥饼吗 又吃又吃 谢谢格脸修姐姐 你最好了 格脸修姐姐 快看我们的画 金色的星星 在糖果里捉迷藏 小船飘呀飘 比彩色的小猫飞得还要高 嗯 非常漂亮的颜色 我很喜欢 格脸修姐姐 今天继续教我们画画好不好 你要是吗 明天也可以 那就明天晚上吧 今天我要给大家 继续讲星星的故事 是新故事 我也要听 对了 格脸修姐姐 你知道 哪里有彩色的小猫吗 克拉说它见过 我怎么没有 就是见过嘛 现在我画到纸上 罗伊你也见过啦 我要把看到的世界 全部留在画里 纸上见过怎么能算数 克拉你这样说也太犯规了吧 哎 你们快看 是彩色的小猫 啊 劳蒂斯的尾巴 在调色盘上 不可以 劳蒂斯 菲洛叫你早点回家 不许再跑远了 啊 劳蒂斯走错了方向 我必须快点追上他 不能让菲洛担心 还以为你想我了 原来是要在我的衣服上画画 不可以哦 快回去吧 不然菲洛又要发动孩子们找你了 到时候他的花圃可就遭殃了 劳蒂斯在米斯特里面前很听话 大概是因为 我和某位性格 同劳蒂斯相仿的朋友 待了很久吧 作为他的监护人 我当然很了解这种性格了 嗯 虽然他们身上的确有相似的颜色 但普罗米修斯应该不会认同监护人的说法 是吗 你看 连十七号身上的这份叛逆 也同劳蒂斯如出一辙呢 原来是这样 那一直以来辛苦你了 米斯特林 还是在星际间回收能源更辛苦一些呢 啊 一个人在崩坏潮汐带中 寻找维系起民运转的资源 我每天都觉得好孤单 崩坏潮汐带 宇宙一个人 嗯 抱歉 格里兄 为什么要道歉 米斯特林的问题正好是我擅长的部分 所以他不会让我感到苦恼 毕竟 在航行中如何让自己不觉得孤单 我还是很有经验的 对吧 你一直都做得很好 格里兄 不过 因为我已经习惯了一个人 所以倒是要回想一下 缓解孤独的方法 嗯 或许米斯特林需要一位能够随时说话的朋友 就像普罗米修斯在你身边时那样 米斯特林 以后你在采集能源时 我们就一直保持联系 我会将巡查中遇到的每一件事都讲给你 你也能和我分享星星们的模样 好啊 这真的是非常棒的方法呢 谢谢你 格里兄 等到飞船修好 我也能为启明在星星街开采能源 米斯特林和我可以轮换着工作 嗯 其实全都交给我来做也没问题 我很擅长这些事 但现在只有米斯特林能够开采能源 帮助启明维持运转 没关系啊 我也挺喜欢这份工作呢 因为这可是只有我能做到的事 连启明居民心目中无所不能的代理人格里修 都暂时无法完成 可是 米斯特林一个人在星星街很孤独 嗯 这只是一个玩笑 毕竟 我真的很想看到格里修为我担心的模样啊 哦 原来是这样 而且 更重要的是 让启明永远幸福 繁荣 这是小红他们当时的遗愿 就算遇到再多困难 我们也必须做到 不是吗 呸呸呸 什么当时的遗愿 语途又在乌鸦嘴了 小红 你们回来了 哼 用了格里修制造的机器 安装庆典舞台的效率提高了超级多 所以我们就早早回来了 其实还能更早回来 只要红这个笨蛋没有偷偷跑到房顶上 非要用风筝飞下来 诶 小红为什么这样做 红说自己要表演一个超级精彩的节目 所以必须用最意想不到的方式登场 就算是这样那也太危险了 哎呀 诚姐 你都念到一路了 这不是还在试验阶段吗 再说了 如果能用风筝在城市上飞着巡逻 哇 效率一定更高了 小红的话很有道理呢 对吧对吧 你们看 语途也这么说 语途要是再这样肯定她 恐怕红下次的奇思妙想 就不止用风筝在天上飞这么简单了 嗯 我记得小蓝这几天晚上也在研究风筝的事情 你还问了我很多问题 可为什么现在你好像并不认同小红的主意 啊 原来蓝每天晚上把自己灌在房间里是研究风筝 我还以为她是不想在庆典上表演节目 所以才偷偷躲起来 蓝才不是不想表演节目 她只是在紧张 哈哈哈哈 看来蓝也很期待庆典呢 不过 风筝的事情 还是谢谢你了 别谢我 我只是害怕你这个笨蛋从天上掉下来 砸坏了紫和城精心布置的舞台 蓝又在口是心扉了 好了小子 再说下去蓝更要不好意思啦 哈哈 启明 启行明日 真是个寓意很好的名字呢 福怀姐姐说不定很有启明天赋哦 是啊 那场战斗之后 在发现本地人都忘记了福洛斯这个名字的时候 我们不知所措了好一阵子呢 幸亏小B他们还记得福怀之前起的这个名字 才避免了一场大混乱 福怀姐姐说 他当时只是碰巧根据福洛斯和赫斯珀的含义 使用了家乡习惯的叫法 启明和长歌 没想到 会在这种时候派上弄场 也许这就是所谓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毕竟 是福怀赋予了这座城市新的名字 也是他为这颗星球 开辟了新的未来 嗯 对小B他们来说 这也是他们第一次由自己主宰的新的人生 启明能像现在这样每天都充满开心的色彩 真好 是啊 只要能看到这群孩子 再枯燥的挖矿生活 也变得有趣起来了 从前 那么长的时间里 是B他奔走在各处 和城市带来能源 如果他还在 如果他能看到启明充满生机的色彩 他该也会感到幸福吧 嗯 原来B他会这样想吗 我说不清楚 B他身上的颜色很模糊 但不论B他内心真正的想法是什么 他最后的举动 确实帮助了启明 你们刚才说的B他是谁 我们不是一直都在帮助启明吗 嗯 B他是 你们每一个人都是B他呀 没错 我们都是B他 可格雷修姐姐刚才在叫哪一个B他呀 不管是哪一个B他 大家都愿意帮助启明变得越来越好 就像宇图和格雷修一直做的那样 嗯哼 我们会继续努力 努力的大家最棒了 看来我和格雷修应该可以放松一下 好好期待几天后的庆典了 怎么能只是期待 格雷修姐姐和宇图姐姐作为启明的一份子 当然要表演节目了 好啊 我再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吧 其实格雷修很擅长表演节目呢 诶 真的吗 诶 真的吗 诶 都这个时间了 格雷修该去排练了 正好巡查水源的时间快到了 我们这就准备动身 不打扰格雷修排练了 啊 我去安置宇图晕回来的能源 一会儿就去找你们 宇图姐姐 格雷修姐姐 一会儿姐 嗯 一会儿见了 走啦啦 他们辛苦了一早上也累了 啊 啊 好险啊 差一点就远不回来了 对不对 米斯特林 我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他们记得福华姐姐 记得你 记得我 也记得每一位居民 却想不起来福洛斯这个名字 也一点都不记得 与他们相处最久的维他呢 是啊 为什么呢 嗯 那个人 他这样的神情 还真是难得一见 快过来呀 格雷修 中间又再给大家分逃呢 这样难得的景色 我很乐意再多看一会儿呢 不过 还是去打个招呼吧 谢谢 虫姐姐 虫姐姐给的糖天下第二好吃 天下第二 那第一好吃的糖是什么 哦 哦 是 是 我不知道呀 或许是梦里吃到的吧 王 你这就是对梦境的美化呢 梦里的事情怎么能算数呢 是啊 梦里的事情 怎么能算数呢 你这就准备走了 呀 原来是米斯特林小姐 刚刚没有看到你 真对不起 没关系 你出现在这里 又不是为了见我 逼他 哈哈 你怎么能这样想呢 说不定 我就是专程来向你告别的呀 虽然我们有一些不够愉快的过往 不过 面对一个获得真正自由的人 你总要给他一个 向永远留在此地的老朋友 诉说离别之情的机会 对吧 永远留在这里 即使真的如此 那倒也不是什么坏事 不用向大家道别 未说出口的话语 也不会在命路的终末 沦为无以言表的遗憾 就算是我 也很讨厌离别呢 是吗 我倒觉得离别是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告别作为他者影子的生活 告别唯明是从的宿命 告别曾经质顾我的一切 我呀 现在开心得不得了 那在离开之前 不去跟他们打个招呼 分享这份喜悦吗 之后 你们大概不会再见面了吧 抱歉 我忘记了 因为你继承了创世神的那颗核心 作为你的造物 这些孩子 这里的市民 永远都不会对你留下任何记忆 可是这又同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不在乎那些记忆 也不在乎他们 那只是前一个我留在宇宙角落里的末日残子 可别太言不由衷哦 维塔 如果真的如此不在乎 那天 你又为何 要捡起那些糖果呢 钥匙的全能剥落后 掉落的糖果 便是那些孩子们的本质 他们的记忆和感情所凝结成的存在 他们的可计算实体 或者说 灵魂 那是缩嗤之以鼻的东西 却被你小心地珍藏起来 甚至在那之后 将那些权限还给孩子们 再次赋予他们生命 这与你口中的不在乎 好像背道而驰吧 别逗我笑了 米斯特林小姐 难道你认为我会看得上那些微不足道的权限 我现在所拥有的多样性 可远超时之律者与希儿小姐 偶尔抛下一两个自己根本用不到的权限 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吧 我还不想变成一个斤斤计较的老婆婆 那也太不可爱了 但 他们的确不记得关于你的一分一毫 漫长轮回里凝结的全部记忆和情感 彻底散意 不复存在 我很好奇 这种劳而无惑的事情 对你来说究竟有什么价值 这很简单 一件根本不在乎的东西 你会考虑它的情感价值吗 为垃圾桶里的闲置资源 思考价值和意义 那是傻子才会做的事吧 对不起 好像 的确有一个无法真正融入世界的理型 为了拯救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世界炮 失去了专属于自己的高位空间 只能被困在这座小小的城市 困这个字用得不准确哦 我很喜欢启明的人们 能成为他们的一员 倒是很难得的经历呢 而且 这里的孩子都好乖好可爱 在他们眼中 我就是无所不能的 雨兔姐姐啊 原来米斯特林小姐是个天性乐观 擅长随遇而安的人呢 你能有这种心态真是太好了 毕竟我可担心过 你会不会因为被困此处 在将来的某一天又要干起老板行呢 没什么 只是在那片已经消散的迷雾里 我也窥见了你的前世记忆 怎么说呢 为了做个人 你也挺不容易的 还好吧 生而为人 大家总要面对类似的事情 好了 米斯特林小姐 我无意冒犯 如果你真的很想确认 我对那些孩子的想法 那就让我举一个例子吧 你会在乎随手丢下的果盒吗 米斯特林小姐 嗯 我当然不会啦 毕竟那只是我的食物残渣 我不会考虑他在明天是化为鸡粉 任人见他 还是破土而出萌生心芽 因为那只是我随手丢下的一枚果盒 从始至终 仅此而已 即使未来的某一天 他花繁叶茂 生机盎然 那也又无关 所以你想说 从最开始到现在这漫长的时光里 你从未有一秒在乎过他们 是吗 为什么要问这种问题 那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是啊 理所当然 嗯 到底在哪里吃到过最好吃的糖吗 没关系小光 我们可以一起制作最好吃的糖 对吧 成姐 当然 大家一起做的糖果肯定最好吃 你们快一点 格雷说姐姐要讲新故事了 来 别堆着成强发呆了 快过来 哦 来了 你瞧 这真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小世界呢 对吧 咱们 怎么了 格雷修 是苏叔叔 苏叔叔 你怎么又隔这么久才和我联络呀 大家最近在做什么 我有很多事情想讲给你们听呢 花姐姐在启明时给我讲了大家的故事 还介绍了她的新朋友 他们都是很有趣的人 苏叔叔 你怎么不说话 格雷修 抱歉 我不能打破平衡 与你们的星球结下太多因果 我明白 不过 你可以自己去问问他们 竟来如何 苏叔叔 喂喂喂喂喂 听得到吗 好大的嗓门 比红还吵 什么 我这叫测试通讯信号强度 听好了 我可是意识的律者 没有人比我更懂通讯 听起来好厉害呀 可是 如果你这么懂通讯 为什么这么久都不联系格雷修姐姐呢 回去多读点书吧 知道什么叫光速吗 没点做大逼的手段 就是我们这儿的光照到你们那里 都得花上二十六七天 都跟写信差不多了 好了好了 不讲这个 我又不是你们的老师 有什么老古董 你念到了这么久老朋友 怎么现在见了面 却一句话都不说啊 格雷修 好久不见 福华姐姐 好久不见 最近还好吗 我很想你 我一切都好 谢谢关心 福华也很想你 唉 这个鱼目脑袋 还是这么不会说话 就是 这一路上 无论是看棵树 还是乔朵花 老古董总是冷不定冒出一句 这样的景色 我曾经在 格雷修的话里见过 最近 我时常会想起 从前发生的事情 看到相似的风景 脑海里便会浮现出 一些遥远的记忆 我明白 因为福华姐姐 遇见了我那时的心情 所以才会回想起 过去的时光 而且 现在的福华姐姐 像我一样 有了许多朋友 再也不会孤单 无论是今天 还是明天 每时每刻 都会一样珍贵 令人开心 谢谢你 格雷修 那你呢 最近开心吗 嗯 能和小红她们 还有米斯特林 一起在启明生活 我也很开心 能画的题材 也多了很多 啊 米斯特林 跟那个随便 把人骗走的 女人一起生活 你让我们 怎么放心啊 哎呀 看来十只律者 对过去的事情 还是念念不忘呢 不过 与我同行 感觉如何 这个问题 还是你们身旁的 十七号 最有发言权吧 我拒绝回答 好了 不要害羞了 十七号 我们一起度过的时光 明明就很难忘哦 快点来陪我一起工作吧 这里的孩子们 都像你一样可爱呢 确掉这句话 终于阻止无关的部分 按照现在的距离 粗略计算 如果乘坐地球上 最先进的光帆飞行器 我大概也需要 七十三年 才能抵达星期明星 而另一方面 将格雷霄等代理人 制造工业设备的 进度纳入考量 预计到那时 你已经完全 不需要我帮忙了 别这样嘛 十七号 作为我的知己 你当然知道 比起那些冷冰冰的 采矿设备 还是你对我更好呀 那你慢慢等着吧 米斯特林 如果我哪天厌倦了 在地球上生活 好啊 就这样说定了 我会在这里等着你 毕竟 我已经习惯了等待 不是吗 算了 比起这个 你还是等地球上的人们 开发出一款 更高效的航行器吧 那在十七号 来到我身边之前 我就勉为其难地 用那些采矿设备 代替你吧 说起来 如果我拜托 格雷修 把它们涂装成 十七号的颜色 采矿的效率 会不会更高一点 嗯 放心吧 米斯特林 我明天巡逻后 就为采矿设备 涂装新颜色 看来在这段时间里 格雷修和米斯特林 帮助启明 做了许多事情 那当然了 格雷修和雨拓 真是太棒了 小红 好久不见 终于再见到你了 大侦探 原来你上次说的再见 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啊 实话说 我都等得不耐烦了 大家最近还好吗 在做什么 福豪姐姐 我们这几天 在准备一个 很大很大的庆典 而且雨兔姐姐 和格雷修姐姐 还要表演节目 听说格雷修姐姐 很擅长展示才艺呢 嗯 擅长展示才艺 看起来 格雷修真的成长了很多 嗯 其实 我还没有想好表演什么 没关系 做你想做的事情就好 大家都喜欢这样的你 嗯 要 要是福豪姐能来到现场就好了 格雷修姐姐和雨兔姐姐 帮大家出了很多主意 这次的庆典一定会很有意思 抱歉 小光 就像普罗米修斯说的那样 目前我们还没有很好的办法 让大家能在启明和地球之间旅行 没关系 福豪 你和我们一起经历的过去 共同开辟的未来 这些就是大家举办庆典的理由 即使你不再启明 这场庆典也有专属于你的一份 蓝说的没错 这也是姐姐的庆典 姐姐不用担心 启明的大家都很好 你也要多注意身体 不要太操劳哦 谢谢你 小程 你就放心吧 大侦探 我们一定会非常努力地把这座城市建设得越来越好 而且现在 大家还有地球上的许多许多经验可以参考 有了葛磊修和雨兔的帮助 我们管理城市的效率已经提高了许多 和过去相比 很多工作都是事半功倍 嗯 虽然只过去了半年时间 但葛磊修 已经成为一名出色的城市代理人了 这也是我目前想做的工作嘛 无论是画中斑斓的风景 还是星空上灿烂的故事 我都会将它们带给这座城市 嗯 我相信葛磊修一定可以做到 莉莉亚莉莉亚 快看 真的有人像出现在我们眼前 莉莉亚莉亚莉亚 你看 真的有七胞胎的小孩子 才不是小孩子 我们七个Vita可是城市的代理人 大家有什么困难都会向我们寻求帮助 原来是服务一整座城市的代理人 大家真了不起 姐姐再多夸夸我也没关系 希儿 我们也很优秀 不仅每天都要给孩子们读绘本 还练童话剧 还要抽出时间练习偶像技能 没错 我们也很棒 既是预备偶像 又是孩子们的老师 这真的太辛苦了 每天都累得只想睡觉 笨蛋 莉莉亚 你又忘记了吗 我们作为奇罗姐指导的专业偶像 随便抱怨自己辛苦 可是相当危险的发言 笨蛋 我们还只是预备偶像 才不是预备偶像 福特加女孩已经在选秀比赛上贡献了相当精彩的演出 可最后还是被淘汰了 在那次选秀比赛后 我们仔细地反思了自己的不足 并且在星际偶像奇罗姐的帮助下进行了非常专业的训练 就是一直都没有上过声乐课 上次问到这件事 奇罗姐反而让我们去请教爱因斯坦博士 即使现在距离梦想还有一段距离 但触发了总比原地踏步要强 辅助行动一定比什么都不做离目标更近 就算我们走得慢一点也没有关系 莉莉亚 我又在不知不觉中说出了很了不起的话呢 就用她做下一次选秀的参赛宣言吧 下一次选秀 就在下星期啊 还是德丽莎帮我们报的名 这次不仅有奇罗姐的专业指导 还有大家的现场应援 我们一定会取得非常厉害的成绩 可是莉莎莉亚还没有记述台词 不必担心啦 莉莉亚 只要有天才的莉莎莉亚配在你身边 什么选秀比赛都不在话下 笨蛋莉莎莉亚又在进行无效的自我安慰了 放心吧 莉莉亚 我一定会在课余时间好好记住台词 最近陪孩子们排练童话剧太开心啦 我总是忘记排练 莉莉亚 你不会再生气吧 笨蛋 我才不会因为这种事情生气呢 而且 就算这一次又被淘汰了也没有关系 我们还是要成为最好的寻优老师 还有闪闪发光的偶像 看到大家都在为自己的目标快乐又忙碌的努力着 我们也不能例外 就像希尔 不仅要给孩子们上课 自己也要参加天命的队员培训 希尔真的很了不起 别 别这样说 我只是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学校充实的活动离不开大家的帮助 原来姐姐你们是老师 还组织了这么丰富多彩的教育课宠 我们都是希尔拉基金会旗下学校的课作辅导员 希尔 罗杂利亚 莉莉亚 还有两位通过远程连线加入的老师 他们总能给课堂带来精彩的创意 一直以来大家都辛苦了 你这个笨蛋又在说什么傻话 也不知道那个在训练日还要被课到深夜的家伙是谁 希尔怎么知道 当然是因为 总之给那群小鬼当老师是我们自己的决定 每个人都要负责 你这家伙 不许把事情都揽到自己头上 然后还把功劳全分给别人 希尔说的没错 这份工作是大家自主选择的兼职 对我们自己也很有意义 能在离开圣恒空间后 为大家做些有益的事 我们很高兴 嗯 每天都能和这么多有趣的孩子在一起做游戏 读童话故事 多开心呀 看来 成为人的答案 你们两个已经找到了 米斯特林也这样认为吗 希尔对我们说过同样的话呢 米斯特林 我们一定会找到帮助你恢复自由的方法 不论需要多少时间 我们都会为此努力 你们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就是对我最好的帮助了 所以 为了这份来之不易的答案 就请你们带上这件珍贵的宝物 继续向前吧 可是 现在的你根本没有办法离开新奇明星 我们不能就这样丢下你不管 好了 我现在明明很自由啊 既能和可爱的孩子们一起生活 也不必像格蕾修和希尔他们那样 兴兴业业 这不是很好吗 再说 地球上也好 世界炮当中也好 人们无法离开自己生活着的世界 这才是人生常态吧 你果然还是老样子呢 我与格蕾修 还有那些孩子们 大家都在为把启明建设得更好而努力 每一天都很充实 也因为这份充实 总能获得崭新的快乐 这种类似于养成玩家的心情 你们现在一定也能感同身受吧 格蕾修 就是浮华奖过的那位朋友吗 希尔 对吗 你好 格蕾修 虽然这是第一次见面 但听了浮华姐姐讲给我的故事 我感觉自己已经和你们一起经历过许多冒险了 浮华也将你乘坐方舟航行的经历告诉了大家 学校里的孩子们都很好奇星星上的故事 真的 启明的居民们也喜欢听我讲述那些故事 如果有机会 我也希望能将星星上的色彩描绘给更多人 太好了 格蕾修 我最近一直在想 如果能请大家到学校里轮流做一日老师 孩子们或许就能见到更辽阔的风景 一日老师 是让大家给孩子们上一天课的意思吗 没错 即使是寒寿的形式也没关系 希尔果然像浮华姐姐所说的那样 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呢 每个人身上都有独一无二的经历 我希望这些充满意义的故事 能在孩子们的心中传递下去 这只是我的初步想法 还需要多向大家征集建议 做传授知识 讲述故事的老师 听起来是一母脑袋会擅长的事情 浮华 我们要不要去看看 兴许你还能见到不少朋友 好 如果大家愿意 我们过几日便起程去看看 唐老师啊 那我可得好好考虑一下讲什么了 毕竟 我可是学高识广才思渊博的十之律者 总得讲得深入浅出些 不然那群小鬼可听不懂 你 要是希尔拉嫁起来学校探望 看到你在课堂上带着一群小鬼 喊什么万岁 怕不是要当场气哭 满地打滚了 喂 你少误人清白 我什么时候做出过那种事情 看来十之律者不仅容易误人子弟 就连记性也不太好了 我说希尔 你该不会是怕 学富五车 又受人欢迎的十之律者女士 抢了你在孩子们面前的风头 所以心生极度 再说促话吧 啊 极度 你这么幼稚又莫名其妙的攀比之心 到底是从何而来 你 唉 小时还是老样子呢 老古董二号 是他先说我的 十之律者 希尔和你一样 都想为孩子们带去有意义的知识 你们可以在达成这一点共识后 再讨论具体的教学形式 行行行 就看在我们曾经同生共死的份上 我大人不计小孩过 希尔说得果然没错 你在福华和苍玄之书身边 真的老实不少 感觉一下子变成了班主任身边的好学生呢 我说你 希尔 如果福华和十之律者他们能抽空给孩子们上课 一定会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对吧 是是是 希尔 你刚才大言不惭的 在说谁呢 希尔 如果一切方便 过几日我们便会动身 无论是十之律者 普罗米修斯 还是苍玄之书 我们都有很多建文 愿意和大家分享 除了旅行建文 我还可以给孩子们讲很多很多神话故事 这样苍玄和丹珠帮我装的故事大王 就能派上用场了 嗯 或许还有笑话大权 可以帮助云木脑袋活跃课堂气氛 不过有十之律者在 这一点倒不必太过担心 那是自然 这世上就没受人景仰的十之律者 搞不定的场面 嗯 总感觉十之律者骄傲的地方有些独特 嗯 有吗 不过 十之律者好像很适合陪孩子们演童话剧 到时候 苍玄之书和福华负责讲故事 普罗米修斯负责讲科学知识 嗯 那这下 我们两个做什么呢 莉莉亚 这个简单 啊 我们两个可以好好地休息一下 喂 莉莉亚 我们俩作为最好的寻游老师 当然不能偷懒 啊 对了 福特家女孩就陪着孩子们一起做游戏 终于能堂堂正正的大玩特玩了 等福华他们到达学校 我们可以在一起讨论为孩子们组织什么样的新活动 汐儿 我也会拜托苏叔叔多帮助我们通话 让启明和地球的孩子们 都拥有更多相互学习的机会 好呀 这样的未来一定会很有趣 还没有接通吗 芽姨 我看看 信号很好 也没有延迟 你怎么不说话 我去找一下新游戏卡带 一会儿回来 初次见面 格雷修 我是雷电芽姨 芽姨 你的身上有大家的颜色 你毕竟是始源之律者嘛 芽姨 你和你的同伴们已经用自己的想法构建了自己所期待的图景 并最终为他描绘上属于自己的色彩 这就是往事乐土永远存在的证明 不是吗 格雷修 怎么了 芽姨 没什么 比起小时候容易沾染各式颜色的你 现在的格雷修 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许多颜色 沾染上其他人的颜色 乐土里的那个我 该不会 模仿芽姨 说了许多奇怪的话 比如 画笔 沉浮于我 这句话听起来还挺酷的 对吧 嗯 是啊 芽姨 你怎么突然不说话 是在回忆乐土的事情吗 嗯 是啊 那段经历 在我心中是很宝贵的东西 原来是这样 在我的脑海里 往事乐土技术下的事情 已经过去了太久 所以他们都变得很模糊 格雷修 如果你想要知道那段回忆 我可以将它们讲述给你 不用了 芽姨 我现在已经习惯了向前航行 原来如此 我们身后的星海 是已经探索过的故事 他们给予人类资源 知识 还有情感 但我们的旅途 总要前往下一颗星星 那里是美丽的未知 机遇 还有人类的未来 看来 现在的格雷修 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城市代理人 也是一名成熟的宇航员了 谢谢 我会和薇他们一起照顾这座城市 去见证它的文明 变得灿烂巍峨 而在未来 或许 我将再次踏入星海 拓展我所期待的方舟计划 是啊 前人的故事 终究会留在过去 成为历史 而我们 还有一代代的人类 也会用自己的方式走向明天 而终有一天 我们的历史 也将和那些故事一道 作为文明的轨迹 承载着之后的人们 前往更加崭新的未来 和他们一样 我们也一定会为自己感到骄傲 对吧 嗯 当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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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芽姨 Bronia 你们俩还是老样子呢 喂 我们昨天才见过面 又怎么会有变化 是啊 Kiana 我们昨天晚上 明明还在联机打游戏 今天可不一样啊 芽姨 确实 苏提供的这条通讯专线 几乎没有延迟 从理论上讲 最适合身处宇宙各处的人们 一起联机打游戏了 原来还有这样的区别 芽姨你不知道 对真正的游戏高手来说 就算是一毫秒的延迟 也会影响专业的操作 这句话由Bronia来讲 可能还有一些说服力 我的游戏技术 可是一直都在进步呀 上次Bronia送给我 她新制作的游戏 我很轻松就通关了 Bronia也在我的建议下 重新设计了一些环节 看来 就算是Bronia那样聪明的人 也有听我参谋的一天呢 听取反馈 是研发的重要一环 仅此而已 那也是我的建议非常有用 你呀 芽姨你又笑我 明明没说错嘛 没什么 只是觉得我们三个 好像又回到了在胜负雷亚的那段时光 这么说也没错 我现在不仅要上课写作业 还要被牙医监度不能吃泡面 你伤的作业 那可比胜负雷亚的要难多了 结果上次我和Bronia去看你 发现你为了省出打游戏的时间 就变本加厉地偷吃泡面 都怪Bronia没有告诉我 你们会提前来 因为芽姨想给你一点惊喜 谁会想到一进去就看到满桌的泡面盒子 还有一个慌乱的笨蛋 放心吧 芽姨你上次来做的小点心可好吃了 我怎么会继续吃泡面呢 芽姨当然放心了 毕竟她已经拿到了克莱因的把柄 叫她不许再向你倒卖垃圾食品 芽姨你怎么能这样 谁让皮安娜在吃这一方面总有办法呢 好吧好吧 不过作为补偿 芽姨你要经常来给我做点心吃 还要跟我和Bronia一起打游戏 点心的事情当然没问题了 至于游戏 上次跟你们一起玩的合作类游戏感觉还不错 扮演互相捣乱的小动物 确实有点意思 那我们就从这款游戏开始 我们两个一队保证用默契的配合 让Bronia输得心服靠服 如果是在聚会的时候玩 芽姨也一定会感兴趣 到时候皮安娜可不要提前太早认输哦 Bronia姐姐又要组织大家一起打游戏了吗 芝儿 你来得真好 除了玩游戏 今天晚上要不要一起出去散步 我看到班长发的风景照片 突然想到出去走走也不错 那就去海边怎么样 Bronia姐姐总坐在办公室里可不行 好 听芝儿的 你们要出去玩吗 该不会 还要吃海鲜烧烤 别流口水了 特斯拉博士布置的电磁学作业写完了吗 提安娜 大姨妈 你别急着一惊一乍 我听长光说 危机分的练习题 你正确率一直惨不忍躲 还有上周布置的程序设计作业 你到现在都没有交给琥珀 大姨妈 你说什么 我听不清 别演了 提安娜 都说了这是完全没有延迟的通讯 你全都听得见 大姨妈 你的头影为什么这么模糊 你再说话吗 我听不清 我先挂了 我说 你什么时候交作业 作业在 不是 大姨妈再见 牙医 不让你 大家再见 提安娜 优兰戴尔大人 通讯已经接通了 德里莎主教 还有大家 好久不见 优兰戴尔 丽塔 好久不见 对了 我记得今天素商和启罗也要到训练室来 怎么不见他们 主教大人放心 苏莎娜已经去接应他们二位 相信很快就会到达 德里莎主教 优兰戴尔大人 丽塔大人 我已经准时将大家带到 任务完成 还真是敢巧 一来就能看到这么多人连视频 好不热闹 比安卡 丽塔 西尔 还有大家 又好久不见了 起罗小姐 好久不见 呃 好 好久不见 嗯 起罗小姐想对我说些什么吗 没 没什么 只是感觉欠你一个道歉而已 希望现在说这些 不算太晚 当然 你不接受也没有关系 嗯 你的道歉 我收到了 谢谢 谢谢 是啊 我并非人类 也没有办法真正获得人类的感受 因此总是做出一些令人误会的举动 即使遇见身为人类会伤心 委屈 苦恼的事情 在我心底 也无法拥有完全相同的情感 尽管这也不算什么致命缺陷 但 起罗小姐为了那些误会向我道歉 是将我视作拥有和人类一样情感的人 或者说 一位朋友来对待 不对吗 嗯 虽然很想说 我本意并非如此 不过这样说倒也没错 那 起罗小姐 朋友之间在表明星际的时候 是不是会像这样 来 试试看这样对我说 不论如何 我们永远都是朋友 即使发生再多的误解 举语 我也永远喜欢和你在一起的时光 你 好了 起罗小姐 我只是开个玩笑啊 早知道要跟你通话 我就不跟大家一起来了 诶 起罗前辈 刚才你在门口看到大家通话的样子 明明很开心啊 我记得那时候 米斯托林也出现在屏幕里了 苏莎娜 为什么你这时候记性这么好 刚刚却带错了路呢 对 对不起 起罗前辈 不打紧 不打紧 以前可大不相同了 对我来说也是全新的体验 而且在训练的间隙 我还能给新队员们 讲讲这位优兰大尔大人 小时候的趣事呢 哇 起罗前辈 我也想听 起罗前辈 还请你口下留情 对了 最近我们正好还启动了一个特殊的长期项目 要训练几位天赋不错的特种战斗员 有空的时候 起罗前辈和素杀 也可以多给他们传授两张 特殊的长期项目 因为还在保密阶段 所以只有到了训练场 才方便告诉你们具体内容 不过请前辈放心 那确实是一个非常适合宇宙偶像来传授经验的项目 对了 尤兰戴尔 绿塔 除了训练室 这附近还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素杀大人是想找游戏厅吗 离这里不远的地方倒是有一家 我可以带您过去 呃 打游戏的事情我得缓一缓 上次Bronia听说我也有这个爱好 就特地送来了她制作的新游戏 唉 那可真是太难了 我头都要变成两个大 到现在也不想再捧游戏机 我真想不明白Kiana 那为什么会在那个一件 一件反馈表里填非常简单 原来是这样 那不如素杀大人在空闲的时候 同我们一起观测星体怎么样 这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如果各位感兴趣都可以参与 啊 观测星体 嗯 就是通过常光大人制造的专业仪器 来观测银河系中的各种星群 如果天空作美 我们可以看见许多超乎想象的美景 这不就是足不出户看千里之外 画本子上的千里眼都成真了 不过现在的世界真的是日新月异 编故事的人都跟不上科学家和设计师的想象力了 这就是所谓的后机勃发吧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挑战 我们的前人毕露蓝绿 我们的后人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而此刻正在我们手中的人类星火 也在催促着我们去完成自己未尽的事业 一代代人类不分古今 向来如此 总觉得一聊到这种话题 我就很难插得进话呀 老爸 哈喽 最近有没有好好休息 有一说一 老爸可不推荐你训练新人都要亲自上阵 工作上的事情不是你一个人在忙 平常也要给你的队员足够的机会 你我看哪 你还有利塔 你们就干脆找个别墅躲起来 把事情全推给亚尔维特他们处理 说不定他们就会迎来意想不到的成长呢 齐格飞 我还在呢 那么粗暴的锻炼方式 你可别想过本学员长这一关 好了好了德丽莎 她这么固执又哪能全听我的话呀 我这不就是说得足够夸张才能引起重视吗 如果她哪天能在工作时偷偷打游戏 那我反而放心了 我会尝试给自己多安排一些充电时间 对了 下下个周末正好有去月球的任务 不如我多排几个人 完成任务之后 大家找皮安娜一起踢球吧 上次她还说自己花了不少时间练习 一定要大显身手呢 真的吗 那我可要拭目以待了 老爸 你当然得拭目以待了 你不如顺便叫上瓦尔特先生 毕竟我要和姐姐做一对 皮安娜 有段时间没见了 也不算吧 上次你送给我的书 我还没看完呢 皮安娜现在这么喜欢看书了 我记得今天早上德丽莎告诉我 你上周的作业还没交 哇 大姨妈怎么学会告家长了 我还在哦 皮安娜 怎么这时候你信号又好了 大姨妈 我再写了 真的再写了 不过老爸你呢 现在可是工作时间 你是不是也没有好好工作啊 这 这怎么可能 我对你们从来都是以身作则 老爸你现在的脸色 很像刚偷喝了酒吗 你说对吧 姐姐 哼 这位先生的脸色的确有些可疑 不能排除其刚刚饮酒的可能性 有吗 呃 你们的老爸 难道很像在工作时间 偷偷溜去喝酒的人吗 很像啊 我这是跟我阿尔特讨论工作比较激动 所以才会脸红 啊 时间不早了 我还有其他任务 之后再好好见识一下你们俩的球技 嗯 没问题 放心吧 老爸 我们肯定不会让你失望 你就等着瞧吧 请我头 快过来 这可是货真价实的超时工通讯 获取第一手数据的大好时机 正好长光那家伙不在 到时候他绝对要有求于我 特斯拉博士 我必须提醒一下 你是否忘记了 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需要完成 不就是定位齐格菲的位置 抓他回来干活吗 嘿嘿 激活头 这你就不懂了吧 大家都在这里 正好问问有没有人见过齐格菲 诶 特斯拉博士和爱因斯坦博士 是在找我老爸吗 嗯 在刚才 我们有一瞬间捕捉到了他的踪迹 不过还没来得及锁定他的位置 幸好就再次消失了 他们这种老男人的小把戏 还想逃出我们的手掌心 我今天必须把他抓回来卖力工作 没有他和约阿西姆差遣 可大大降低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总不能每次都找薛定恶吧 所以 有人见过齐格菲吗 啊 这你可问对人了 老爸刚刚还出现在通讯中 脸红通通的 我和姐姐都认为 他是在和瓦尔特先生一起喝酒 看来只有定位约阿西姆的位置 我们就能一并找到齐格菲 原来大家都在 好久不见 诶 瓦尔特先生 你来得正好 来得正好 有什么事情吗 凯亚娜 喂 我还需要一点时间追踪信号 你们几个快稳住他 没问题 博士 就交给我吧 嗯 呃 瓦尔特先生 你刚刚又在跟我老爸一起喝酒 对吧 原来如此 怪不得齐格菲喝到一半突然跑掉了 他刚才一副心情很好的样子 是不是又要去看你们 嗯 下下个周末 老爸和姐姐要来找我踢足球 瓦尔特先生你也一起来吧 正好可以凑两支队 如果有时间我一定参加 嗯 不过 既然过段时间还要去月球 那我可要趁现在和他多喝几杯了 你们继续聊 我去找齐格菲了 诶 等一下 瓦尔特先生 还有其他事情吗 凯亚娜 就 就是 我想想还能说什么 再坚持一下 凯亚娜 笨蛋 提安娜 这种事情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吧 嗨 你好 瓦尔特先生 不如你啊 有什么事情吗 哦 我想起来了 你放心 上次发来的策划案 这个月内我一定改完 可是瓦尔特先生之后不是还要去月球吗 那得做不少准备吧 我一定会抽空找出合适的时间 相信我不让你啊 但我记得那份策划案 在一个月前就已经发给了瓦尔特先生 哦 时间过得还真快啊 那瓦尔特先生 我昨天上传的试完关卡 您是不是已经测试过了 感觉怎样 有哪些地方需要进一步优化 呃 我认为像这种一句话讲不清的体验 我们还是面对面讨论比较好 好 我们约在什么时间 明天上午在园里工作室间怎么样 呃 这也没那么超级吧 啊 齐格飞好像有事情着 抱歉 失陪一下 再见 伯尔尼亚 再见 各位 瓦尔特先生 熟悉的借口 说不定等我下次再见到他 圆里工作室都换了一场项目了 别担心 伯尔尼亚 鸡窝头划定了他们两个所在的范围 这下 一个也别想跑 特斯拉博士 爱因斯塔博士 做得好 皮安娜 为什么博士们招瓦尔特先生和齐格飞先生回去工作 你这么开心 衙阿姨 你想啊 瓦尔特先生和老爸在喝酒闲聊 而我却在补作业 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小心学院长听到你刚才的话 又要问你作业的事情了 哎 阿姨 你现在还真是越来越像一名老师了 不对不对 衙阿姨已经是一名优秀的老师了 我也只是刚刚开始实习 要向前辈们学习的事情还有很多 毕竟 毕竟我面前就有一位麻烦的同学 把自己的作业拖了一周还没补完呢 我 我今天肯定写得完 哎 我就说牙医会成为一名好老师嘛 连催写作业都这样熟练 我这还不是牙医的学生呢 可你是奇亚娜 已经成功找到了齐格飞的位置 约阿西姆也在附近 哼 好极了 我这就出发把他们两个抓回来 得让老爸和瓦尔特先生快点完成工作 好空出时间能上月球 哦 芽姨 布朗尼亚 你们俩也要记得预留时间哦 嗯 到时候我再准备些你爱吃的点心 啊 太好了 对了 不如我们一起做大餐吧 我也要帮忙 信卡斯拉娜的人 还是不要下厨房了吧 别小瞧我啊 布朗尼亚 人总是会成长的 是吗 那我要快些完成下一版策划案 为品尝奇亚娜的厨艺 留出充足的时间 布朗尼亚姐姐这样努力 我也得好好加油才行 不过 布朗尼亚姐姐可一定要注意休息 嗯 谢尔也要注意身体 至于工作的事情 重装小兔已经能够独立完成80%的任务了 这明明是重装小兔在努力吧 还有和前面优兰大尔的问题一样 谢尔你也别想一个人 偷偷把学校的事全部做完 我明白 这是我们要一起完成的事情 也是大家共同为之努力的心愿 没错 千才瑞莎莉亚和笨蛋莉莉亚 会用偶像般闪耀的热情 成为最好的新优老师 太吵了笨蛋瑞莎莉亚 小空喊大家吃饭的声音都被盖过去了 嗯 要开饭了吗 感觉刚才睡了美美的一觉 啊 福华 我们今天去吃那家新开的馆子好不好 嗯 没问题 嗯 对了 从谢尔所在的学校回来后 我们再去哪里旅行 或许就像你说的 我们先进行一次环神舟旅行 和大家一起度过那些往年错过的节日 如果你没有其他想法 也可以提出 哼 跟着老古东你走走停停到哪不都一样 我才懒得一路奉陪呢 反正真要有什么事 你们也知道怎么找我 所以 只要他这块木头发话 就算身处天南地北 十之律者都会顺息而至 你刚才想说的 是这个意思 对吧 不说 我才没有这个意思 你当我是什么啦 别人家一样的新歌吗 啊 搞错了吗 不过 我倒是觉得 只要能一直和福华在一起 无论走到哪里我都很开心 只不过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 点一桌当地美食大吃一顿 那我们走吧 对了 丽塔 史丹的午餐时间是不是快到了 放心吧 玉兰大二大人 史丹已经自己用过下午茶了 另外 苏沙娜已经带着素商大人和起罗前辈 一同去训练室了 琥珀大人会在那里交代具体事宜 今日剩下的训练 就交给他们完成吧 嗯 嗯 还有什么事情吗 玉兰大二大人 没什么 那就等会儿 一起去喝点咖啡吧 好呀 说起来 现在都已经是十二月了 嗯 希望过新年的时候 能看见比往年更漂亮的烟花 吃到好多好多没有见过的好吃的 嗨 你管他节不节的做什么呀 只要咱们乐意 哪天都是节日 大家想聚就聚 想来便来 那不比凑热闹有意思多了 你说得对 我们过去的经历 记忆 还有情感 他们一直就在这里 或者说 无论我们旅行到何处 每个人都总有归途 对 每天都要快點 今天有一個蛋糕 先來的人都要吃兩人 晚上的時候,我們也帶我們招臉 散步行嗎? 對,我們現在的休暇 使用什麼時候 可以考慮什麼事情 好了 今天也是個月之中 平凡的一天 那么,就带上辽阔的天空,璀璨的时光,还有我们共同的故事,再次出发吧。 去见想见的人,去做想做的事,去推开灿烂无比的风景。 停下脚步的时候,就抬头仰望繁星明月。 身处低谷的时候,就伸手轻抚流浪物矮。 你的旅途会赋予这段经历崭新的意义。 你的脚步将赠予这篇故事永恒的未来。 走吧,就像从前那样,一步一步地勇敢向前。 你瞧,这样的日子真的很适合迈出第一步呢。 因为,今天是个好天气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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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